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是Apple 阿Kim 你好 我們又見了 Apple 你好 大家好 今次我們又分享一些靈異事件 今次又分享哪裏呢 今次我們講講一個賭船上發生的事 賭船也挺恐怖的 出到公海的時候 哭哭哭 其實這是幾年前發生的事 當時我男朋友 因為外面有一些老闆 他們有一些船主 很多時他們都會邀請你們上船去玩 就請了我們兩個上船 也拿了一間房子 他一定有一間房子給你的 那間房子是一間套房 很大間的 給我們一間房子 通常到九點多時 出到公海 他們最主要的業務就是賭錢 賺他們的錢 賭船上亦有很多 例如卡拉OK 吃飯 不同的地方 酒吧都有 我們就上船 那艘船是很漂亮的 其實現在大的是那幾隻 我們坐在那個 因為吃完東西後 我們就等他出公海 打算去碰一下運氣 也是這樣想 當時那間房子裡有一個客廳 那間很大間的 有一個梳化在那裡 我們倆坐在那裡 在那裡揭櫃 他一定有些報酬 看看介紹一隻船 我們倆說還沒時間 就坐在那裡揭櫃 沒有開電視 大家就揭櫃 當時我男朋友就坐在旁邊 我坐在那裡 倆人揭櫃 就看吧 我突然聽到那些 類似酒店的推車 你知道那些room service 不是有輛車的嗎 有輛鐵的 叮叮叮叮叮叮 是不是很吵的 叮叮叮叮叮 我們突然間 叮叮叮叮叮叮 就是這樣 在這裏 很近的聲音 直接在你旁邊 在這裏 這樣推過去的聲音 這裏突然間很大聲 在房間裡 這個梳化 那邊是床 另外那裏可能是電視 洗手間 好像是studio 很大的 我直接推下來 我直接覺得 稍等一下 他這樣推過來 會撞到我 我立刻就縮腳 你是聽到聲音 我是聽到 那種聲音是很近的 很近你耳邊的 這樣的聲音 你一聽這樣 你已經知道在旁邊 它這樣這樣 在這裏 但其實會不會在外面 外面是海 這間房間 你可能會傳聲 那層是頂樓 不會是樓上 樓下或是隔壁 你要這樣說 如果很遠推過來 應該會聽到 應該不會突然間 他這麼吵 通常你的聲音是從遠到近的 應該從小聲慢慢變大聲 他突然間 距離好像在隔壁一尺以內 我第一件事想都不想 縮腳 我知道他會滑過我的腳 因為很近 我縮腳 一縮起我的腳 看見那本東西 縮這樣 我看到我男朋友 他看一看我又不斷縮 他就這樣 之後在那裏的位置 沒有聲音 我這樣看 他又這樣看 我沒有本動 我第一件事我問他 我拿著一本東西 我說你聽不聽到 什麼事 我說在那裏 我問等一下 會不會在外面 我們現在立刻出去看 你知道我是很喜歡求證 我立刻說 立刻出去看 我立刻就放下一本東西 立刻出去 開門 出去看 船那裏通常是一條長走廊 白色的一條長走廊 米米地色的 我們又兩頭看 兩頭看 也是很盡的 因為他的門牌號碼 是很長很長 你一定會見到 他還會推著一部車 沒有 頂樓已經是頂樓了 唯一是下面 下面沒有 不會 因為你們倆同一時間縮腳 又是這麼近腿 又是這麼大聲 然後怎樣 你們立刻走廊 這樣 不了了之 又是不管了 我們又再不管了 又再看 好了 但當晚 我們純粹去碰運氣 玩玩玩而已 我們也不是帶多少錢 我們帶了一萬元左右 那就挺好的 又贏錢 又是他帶給你的好運 不知道 好 所以 等等 所以大家 如果有時看到一些靈異的東西 千萬不要覺得 他會害你 有些東西 他也不想讓你知道 也不想 特地刻意嚇你 只不過是 有這麼巧合 空間重點 那些鬼魂也帶給你很多好運 是不是 我今集來到這裡了 你們有興趣再了解多點 就去這個網址 HK026.com 拜拜 拜拜 拜拜